小苗姐姐 哈嘍大家好 我是第一哥哥哥 哈嘍大家好 我是小苗姐姐 小苗姐姐 金逢妮呢 今天要讲到的是 跟人生安全有关的问题哦 没错 金逢妮呢 是在共同的故事 是 Four Four 啊 哇 挺添泪 小苗姐姐 小苗姐姐 挺添泪 第二个哥哥,不凶不凶 不凶吗,不凶吗 嗯,我有垃圾 哦,你有垃圾,是吗? 嗯 有负,是吗? 没错,日本语 什么语 哇 啊,做不定啦,做不定啦 别再做不定,别再做不定 嗯,你的第二个哥哥 他就会负,还有他的艺人物 做不定的表情啊 哦,他就会只是艺人物,是吗? 没错 最后第二个哥哥,来到品尝豆腐卡 使用火的时候呢? 用火的时候? 一天要动水泥哦 动水泥,动水泥 没错,第二个哥哥,来摸你哦 好,摸你 你在品尝豆腐卡的世界 有什么危险的事情,会引发火源呢? 嗯,最后你刚刚拿这个 垃圾 垃圾进来的时候啊,刚刚就在折纸嘛 这样子是不行的哦 因为你的字啊,那你的艺人物是吗? 嗯,没错 还有,我觉得 其实法式,瓦斯也是一个艺人物耶 没错 就像你的豆腐卡煮饭的世界啦 一定会有泰宁在旁边哦 哦,有泰宁有泰宁 大人在旁边,你就可以好好的,安全的用火了 对吗? 嗯,还有啊 你的豆腐卡使用火柴的时候 火柴,现在有人在用火柴吗? 有,在那里面有你,会使用火柴哦 就会到去山盘的世界啦 去山盘的世界 不是会点那个木材吗? 哦,点木材 没错,我们一定要小心使用 预防火灾的发生哦 小朋友,我就用火柴,打火机 都要有爸爸妈妈在旁边协同才可以使用哦 嗯,没错 小朋友,跟你的第一 艺人物还有哪些呢? 才想想看艺人物还有哪些哦 有哪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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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酒精 其实酒精啊,我们在清玻璃的时候都会用到 这朋友,清玻璃啊,用酒精的时候 要避开火源哦 还有啊,我们在游泪 游泪要做不到哦 游泪做不到 最后,我们在天仙 哦,还有我们在天仙 是啊,天仙啊,其实是在家里最常见的一个东西哦 第二个,哥哥,我都不说哦 其实啊,像我们平常都不卡在世界啦 它有很多种可能会引发火水果的 什么? 嗯,像我们在银水机啊 银水机 我们在银水机做不到干燒哦 做不到干燒,做不到干燒 嗯,没错,还有银水机的 手机的,手机也不能哦 手机的用班危险在吗 在啊,充电的时候不能玩手机 没错,充电的时机也够手机的 因为该天仙啊 会走火 嗯,没错,因为懂得懂得 手机的懂得就会爆炸哦 小朋友,富啊,在银水的生活当中懂偏力 可是呢,也有它危险的地方存在哦 古说小朋友,使用火的时候 一定要有大人在旁边陪伴 小朋友,我们在不卡拜神明堂的时候啊 千万记得 拜完的时候,要把蜡烛完全熄灭哦 小朋友,那在家里中发生火灾的要打119 没错,要带的那个119 119 小朋友,那除了啊,我们这么多 会有火的便利啊 那你们知道如何正确的灭火吗 正确的灭火 其实灭火呢,有懂得做的方式咯 所以我们的蜡烛要怎么熄灭呢 就用我们的锅 把它跟氧气完全隔绝 就会自然完全熄灭咯 哦,眼泪那个暗用哦 是啊 跟我们的什么锅 又用蜡烛呢 没错,就用我们的锅盖把它熄灭啦 哦,我们的锅盖 只要把它跟空气隔绝 就可以灭火咯 只要我们的锅盖 所以我们的锅盖 用水来熄灭我们的火哦 好,按钮来后卫咧 小麦姐姐都后卫咧 那你们小朋友学会了吗 后卫忙